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3月14日 多伦多室外气温是零下9度到零上2度,室内温度是22度 要吃到自家菜地里的菜还要再等等 但是又到了我们可以开始在室内种芽菜的时候了 看看我种的芽菜 这个是2月27号,室外气温1度到6.4度,室内温度是22度 这个是上次我和大家介绍的在医院店买的杯首 我们打开来看一下,里头有一包种子 另外它用的介质不是土,而是一块压缩的椰糠 打开来看看里头有非常详细的种植说明 按照说明,我们把这个压缩的椰糠放在凉水里浸泡 大约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要把它稍微的翻一下,不然怕它浸不透 5分钟以后你看基本上已经是这样的,非常松散状态了 把它放在盆里 稍微的留一点出来,等会可以盖在表面 把介质弄得平整一点 你看看这个是杯首的种子,我们把它打开来 打开来以后我数了一下,一共是10粒 尽可能均匀的把它们铺放在这个介质里 表面再撒上一些潮湿的介质,不要太厚了 大概1公分左右就可以了 然后放在户内温暖的地方等着它发芽 我还用了一个自己做的育苗盒 现在我们来种萝卜芽菜,这个萝卜种子是去年剩下来的 先把育苗土浇透水,一定要浇透 现在我们来撒萝卜种子,这个种子稍微的密一点 不然的话它容易倒浮 撒完以后看起来是这样的就行了 现在我们在表面盖上一层土 还是同样的不要超过一公分 大约半公分到一公分之间就可以 然后我们在表面喷水 这个时候不要浇水,因为种子会飘起来 一定不要浇水 如果你有盖子,现在可以把它盖上保温 然后要放在一个大盆子里,因为这个底下有洞 浇水的时候会漏出来 然后放在温暖的地方发芽 同一天我还种了一些香菜 同样的我们先把育苗土浇透水,一定要浇透 这些是香菜种子自己留的,然后把它炸开 炸开以后均匀的撒在这个土的表面 这个土一定要浇透水,刚才说过了 撒好了种子以后,表面盖一层不到一公分厚的浮土 然后我们就来喷水 因为种子和浮土都比较干燥 如果你浇水很容易浮起来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了,喷水喷透了它,不要浇水 这个是3月4号,萝卜苗已经长这么长了 要记住这个萝卜苗种下去以后不要浇水 每天早晚各喷一次水,每天喷两次就足够了 这个是3月8号,萝卜苗已经可以吃了,长得有点太长了 其实6号7号就可以,但是因为刚好我比较忙 所以就没有剪下来吃 做沙拉的时候把它们剪下来餐在里头,萝卜的清香非常好吃 杯手发芽了,但是我数了一下只有6颗发芽了 再等等看看其他的怎么样 香菜也开始发芽了 你一定要记住,种这些芽菜的时候,在种下去的时候土壤一定要浇透 后面只要一早一晚每天喷两次水就行了,不需要再浇水 除非土壤特别特别的干,不然喷两次水就足够了 还是3月8号我买到了这个芝麻菜的种子,我就准备种一些芝麻菜、芽菜 这个上头说的是3月份的时候就可以开始种在室内了 一样的,我们先把芽苗土浇透水,然后把它剪开来 我想从头剪开来给大家看看,这个包装非常的好 除了外面以外里头还有一个密封的袋子 看看这个就是芝麻菜的种子,非常小 然后我们把这些种子均匀的撒在这些浇透了水的土壤的表面 再盖一层土,不要超过1公分 现在我们来喷水,还是要喷水,不要浇水 这个是3月12号,下种4天以后,已经长得有点长了 香菜因为光照不够已经开始土长了 理论上来说香菜其实是不怕冷的,这个季节可以种在户外 但是多伦多地区土地还是冻着的,所以你的地没有整理好 还是不能种在室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建议大家太早育苗的原因 你如果太早育苗了,长出这样豆芽菜式的小苗 一到地里又还太早,一直种在家里的话没有足够的光照 也是不行的,但是作为芽菜来吃还是没有问题的 多伦多地区这个星期连续几天白天温度都在10度以上 每天中午时分拿出来晒太阳4个小时左右 杯瘦已经发芽有9颗了,10颗发9颗这个发芽率还是挺满意的 土长现象略有改善,很快的我们就有芽菜吃了 试试看,再加种点清脆的植物,看着它们一天天成长的变化 心情非常的好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